是吹得他自己的精良 就完全不知道有多重了 这种状态 看我这儿也不对 那儿也不对 然后以前洗个头吧 反正就是家里就洗了 然后自从接住那个人之后 洗头要去指定的地方 有钱人的地方 然后工作期间 一定要到一个地方去 喝喝点咖啡 就像他们所谓的说的那种 就是有品质的生活 我觉得他的心理状态 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 什么变化 我觉得他心不在家里边 下往着就是说 他的那个女同事 那样说的这种状态 不停地给我说 我已经三四几岁了 我没有多少机会 要改变我自己了 太活摇了嘛 外面到处玩嘛 他们的外面的世界 很精彩去呀 像洗头发这种事情 根本就没有他说的 那样夸张 无非也就是走过去 办了一张洗头发的卡 他说打折 充多少送多少 那就办了一张仅此而已 两百块钱的事情 我浑身上下就是我自己存在添置的衣服里面 没有一件是超过两三百块钱的 其实我平时的开支都很小 仅仅因为我去喝了咖啡 你觉得我的心就烟了 觉得我受了别人的影响 这个东西是他自己内心的一种恐惧和害怕 他觉得别人变了 我包容他 我包容他 理解他 按照我妈妈的要求 最后到有一次晚上 他就是说几个好朋友 跟我说出去上一个课 上上课 一会儿就回来 我说行 但是你不回来的话 你晚上你一定要跟我讲这个事 三点半 醒了 你看家里面人 我一个人打电话不接 发微信不回 然后我就跟他妈妈打了电话 这个事他妈也知道 然后他妈就打了一晚上的电话 他早上七点半回来了 他跟我说 我们几个好朋友正在谈合作的事情 你这样的话打电话 让我这样灰溜溜的就走了 我当时觉得很惊讶 他用了灰溜溜的几个字 确实是和朋友在一起 然后大家在讨论东西 看交案 看了交案之后的话 因为在朋友家里就睡着了 就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睡着之后的话 我的手机习惯性是调成镜面 所以就没有听到 后来醒了之后 我就马上给他回来电话 然后我就赶紧就回家了 在那之前没有想过 先跟他交代一下 他知道我在干什么 只是说我也不知道 我会睡着了 我不接受 我选择的是包容了他的这种状态 但是我并不接受他的这种心理 可以说我在这个家庭 这一路过来的过程中 我现在所呈现出来的状态 可能是我不屑一顾 对你们我不屑一顾了 但是在之前我一直都是 可以说是至少对我老公 是处处忍让 面对丈夫的质疑 小秋显得很坦然 这些在丈夫看来 疑点重重的事情 完全就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 在小秋看来 与其说是自己心野了 倒不如说是丈夫多年来的 种种行为让她的心凉了 和丈夫小李一路走来 从大学校园步入婚姻殿堂 从深深学子到初为人母 小秋感叹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人生若只如初见 我以前我老公在武汉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给我的感觉 是那时候读大学 又挺吃苦耐劳 很上进 我就觉得这个人很踏实 很可靠 我觉得挺好的 而让小秋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她随着丈夫来到重庆之后 一切美好的幻想 都开始分崩离析 到了重庆之后 逐渐就变得 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就像她妈妈说 我好吃懒做一样的 这就是好吃懒做的典范 滚草不拎 素草不提 虽然我不爱做家务 但在家里只要做任何事情 全都是我在做 工作中任何事情 也是我帮她解决 就这么说吧 她中间还有在去学习 因为她是拉小提琴的嘛 在这个学的过程中 我都必须是全程陪同她去上课 上完课之后呢 回家以后 全程陪同她练琴 为什么 她觉得我可能更容易掌握 理解老师所说的 这个练习的内容和要求吧 多个人帮她理解 可能是这样 练琴也要陪着 对 经常在家里面练琴 晚上开始练 就她一直在那里拉 会过来 你帮我听 这一段 我从这个地方拉到这个地方 你看哪个音 有什么问题 如果我不这么做 她会很狂躁 我解释一下 那个时候是那个老师 看着她说 你上课的时候 你可以陪她来一下 就是这样的 她自愿的 老师为什么要求她要去 我听那个就是说 她可以更帮助我多一些 就让她去了 后来她不愿意去 也没有让她去 陪念要好 小提琴当时有个陪练的 然后陪练这个事 就是她刚刚说的 如果她不陪着你练琴 你就会变得很狂躁 没有 她不愿意就算了 就这样 然后就说晚上 我觉得她心情好的时候 我说我跟她商量一下 她也行 心情不好的时候 不理你 我自己做我的事 她的问题在于 我跟她说的话 她觉得她不爱听 不是她想听的 我觉得好累啊 就是你 所以她会觉得 我瞧不起她 或者觉得我 看别人眼花了 我要去找更好的了 但是真正她不会去想到 她自己并没有成长 她拒绝成长 她也不想让我成长 你在成长吗 丈夫小李的安于现状 显然是从小独自奋斗 打拼的小秋无法接受的 而小李的种种妈宝特征 也让她对婚姻心生疲态 但这些其实是次要原因 小秋告诉我们 丈夫身上还有一个 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就是这一点 导致她痛下决心 必须逃离这个家 她就是表面上看起来 温文而雅的一个人 但是其实性格特别的暴躁 易怒 当她的情绪上来的时候的话 她会完全不顾任何人的 任何一种状态 侮辱你 然后拉扯你 打你 我经常就是在这样状态下 这么多年就这样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 包括我对这个家庭的冷漠 不是一天造成的 不是说我突然间 我就不想和你这个男人过了 有一次我们在 她开车 我们在车上 我不记得因为什么事情发生了争执 当时在争执下 她就开始疯狂地甩方向盘 我觉得很恐怖 于是我说我要下车 我就当她 当她那个车子 开到那个快要红绿灯 停的地方的时候 我就要拉车门 就要下车 她就拽住我 然后那个拳头就这样 完全好 就是 就这样垂下来 垂着我的头 我的胳膊 我的身上 我的背上 把我打得浑身都是鱼青 经常过家的事吗 这种推耸甩方向盘 是经常的事情 他们不觉得 我承受的这种生活 是一种沈阳的感觉 他们觉得 我现在心不在这个家了 就来指责我 但是谁知道 我这么多年过的是一个 沈阳的日子 我说一下在车上的那个事 我跟他提的意见是 我父母过来做饭 不行 你父母过来做饭 我们立马就离婚 然后呢 好说歹说没有用 他拉开车门 就要往下面跳 而且车子当时 是在高速行驶 说说我当时 立马就把他拽住 不让他往外面跳 有打他的那个行为吗 是肢体上发生了接住 但是